新北市长朱立伦联合报戏记者齐荣玉摄影分享 新北市海山景分区29岁侦查左萧妇仁今天没有到班 同仁前往住处发现她躺在床上身体已经僵硬 送医后人不治 市长朱立伦晚间透过脸书说 失去一位这么年轻的同仁很难过 肖妇仁促是不少共事过同事都表示难过与不舍 朱立伦今晚在脸书表示天气温差大 请大家做好保暖 对于失去年轻的警员很难过 有网友在朱立伦脸书回应 请市长重视基层警员轮班方式 否则这样的不幸新闻会一直看到 海山警察分局今天发布讯息表示 肖妇仁是台南市家里屈人 家中排行老大 自幼聪明孝顺又贴亲 为减轻父母辛劳 总是主动分担家务与家计 是家中支柱 警方说肖妇仁有正义感 民国99年报考警察人员特考 分发至海山警分局服务任文 盛派出所警情区警员103年投入热爱的犯罪侦查 警方说肖妇仁热爱警察工作 参查或致视枪支 中大毒品案件 中大气道案件等瓦解多个诈欺集团 同事表示肖妇仁最近感冒不遇 近日气温变化大 先前到班情况正常 但今天上午应出行却未到情 且未接听电话 同事感觉有意 前往其住处查看 发现她躺在床上身体已经僵硬 送医后人不治 确实死因人待解剖后厘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